为了抗洪救灾 老汪决定铤而走险 截留本应上交朝廷的银子 虽然老马苦口婆心的百般劝阻 然而投铁的老汪却根本听不进去 其实老汪这么做也是无奈之举 为了数十万的扬州百姓 这是目前他能想到的最好办法 盐雾难 洪灾更难 天不见难了 是 一听到阿贵就在青江浦 老汪立马就意识到老豹有救了 但眼下还不是营救老豹的时候 扬州的灾情如今已经是迫在眉睫 他必须马上有所行动 先不说这个 老马呀 还没等老汪交代完 老阿就火急火燎地赶了过来 眼下他也是巧妇难为五米之炊 还是把希望放在了盐商身上 老汪 听说你们盐商在开会 人呢 已经开吻了 大家都愿意出力 运气可筹的白银 一百万两 请大人放心 太好了 咱们空话少说 现在情况很危急 咱们得熬 熬过了这关就好了 都是为了打架吗 老汪实在是太难了 不但要扛下千斤的重担 挪用朝廷的银子他也不敢说 只能一个人默默地承受 虽然已经打定了主意 但银子毕竟还在官府的手中 老汪想要直接挪用官堂也并非一事 为此老汪特意备好了酒席 并找来了他的得力助手管下 老爷 客人还没到 坐吧 今天我请的客人就是你 老汪的话使得管下十分紧张 不是老爷 不是 就在管下茫然不知所措之时 老汪不由分说地让管下坐下 并且亲自为他倒酒 俗话说得好 无视线殷勤飞奸即盗 老汪的骚操作使得管下十分的局促和不安 一杯酒下肚 老汪并没有植入正体 而是招呼管下吃菜 可是不明所以的管下又如何能吃得进去 老爷您有事尽管吩咐 管下 我要你帮我做件事 这件事事关重大 你万万不可告知他人 老爷放心 虽然管下一口答应了下来 然而老汪并没有急着开口说正事 而是再次强调他让管下做的事事关重大 他还告诉管下 不必急着答应他 等听他说完了 无论管下做与不做他都绝不会为难 一听老汪这么说 管下虽然也意识到老汪让他做的这件事非同一般 但是管下还是很快就有了决断 老爷对管下恩重入山 老爷决定的事是看得起管下 管下就豁出这条命 看到管下如此坚定 老汪也是感到十分欣慰 看来自己终究是没有看错人 这也让老汪感到身上的压力减轻了不少 再次紧要关头 有了管下的鼎力支持 也让他看到了事情成功的希望 老汪交给管下的秘密任务可谓是胆大包天 为了迅速筹集一百万的赈灾营 老汪下了狠心 决定节流递送进京的运库躺营 在中国好员工管下的帮助下 一百万两大小重量和躺营一致的西定被铸造成型 为了将挪用躺营仪式做得悄无声息 管下贿赂并灌罪了看守躺营的官员 而后用偷粮换住的方式成功的用西定换出了一百万两的躺营 就这样在老汪的运作之下 正在营总算到位了